劇情是怎樣?當然要看下一集 今晚我請到的嘉賓對我來說 很大壓力 因為每個人都說 如果我請到他上來 問不到他的東西,很丟臉 因為他很難才上來 因為他之前上了一個特輯 那裡就爆了很多東西 我也不知道問他些甚麼 而且這麼多年來 這個朋友對我真的很大壓力 你快點揭曉他,是誰 不是… 為甚麼 不是說他很大壓力 有一天… 我很生氣,你看報紙說 對,你告訴我為甚麼你生氣 為甚麼 你一天無緣無故告訴我 很生氣 對,因為你在報紙說 你永遠不會成為我的好朋友 不是,我永遠不會成為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要保持距離 對,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剛訓練班出來時 你剛身受冠軍 那時我經常覺得你已經很紅 你一出來時已經很紅 我剛訓練班出來 我經常玩得很瘋狂 你、我、曾華倩 經常一起玩,玩得很可愛 那時報紙就開始經常說 甚麼傍友、貼飲、貼食 我覺得很辛苦 我覺得我永遠跟你在一起 就是有一群人 又司機、又保錶、又秘書 有保錶嗎 有,阿誠、阿輝那些 阿誠是我的助手 那就是當是吧… 一群人經常覺得好像賣不到你身 然後賣到你身後 做了一些好… 譬如拍張照片、抱著 又說同性戀 又說同性戀 我覺得跟你做朋友很大壓力 不,因為我們太討厭 那張照片是一個風波 因為當時不是全共 是我們同性戀的問題 我想是那次之後你害怕了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很怕跟你在一起 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告訴你,可以嗎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朋友 不要介意 也不要在乎外面有甚麼眼光看 我便知道,媽媽是女人 當然是自由 不,但有時兩段感情很可憐 誰不知道不在乎外面的眼光看 有時兩個人的感情 例如公開了 就是外面的眼光看 看得說一說就散 我覺得很辛苦,對吧 如果要跟同一個人做朋友 又要理會你的輿論 你永遠都找不到朋友 如果是這樣說的 那如果當天你不跟我說 一聲說你生氣我 我也… 其實我不是真的生氣你 我只是說 為何你還在外面說 你不跟我說 為何你有這種感覺 你沒有跟我說 我已經有很多年了 之後我先看了報紙 我才知道原來你的感覺 但這是很無靈兩可的感覺 是我的感覺 我跟你說 算了,我沒有跟你說過甚麼 你還是這樣回答我 你都說… 算了… 你不要理會 你不要理會那些人怎樣說 但這是我的感覺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 你也會這樣吧 也會的 那不就是不對 你的心態… 那你當天說的 我聽到你生氣了我 我才知道 我們先說回今天的主題 當我們現在已經很了解了 已經… 拆開 不是… 好,我們先換成好朋友 會 我希望會 根本是好朋友 只不過不能太近身 你說 只剩下兩分鐘就糟糕了 然後我們今天就說離婚 好,因為我從很小就跟你們說 不行,不能男人… 你又多小 我們十七、八歲時 大家都差不多 起碼是十年了 你經常覺得要男人滾 很不可以的 我覺得如果你要結婚 最少要遵守這個遊戲規則 你結婚的規則 你結婚是雙方的責任 你出去滾 跟結婚不結婚有甚麼關係 不如大家不要結婚 不要有這個關係在裡面 我覺得沒有這個夫妻關係 如果你是男女朋友 如果是男朋友 我也不可以的,我不可以接受 你還未認定這個人 是認為你可以拍拖 你以為可以終身叛侶 你根本不要很… 很困難 例如男女朋友已經是一個… 很想軌道,已經是一個責任 大家可以拍散拖 沒甚麼所謂 我覺得你可以 如果我… 我是這麼心態 如果一個男人滾 你一定要跟他離婚 我一定會 你很喜歡跟他離婚 你很喜歡跟他離婚 女人這樣是不好的 我奉勸大家女人一聲 其實很多很幸福的婚姻 都是眼睛開眼睛、眼睛閉 那些就是幸福的 但我們就不行 好,如果比起你呢 我就不會 萬一有一個人走過來 你很喜歡 你真的想試一下 開始一下 看這個是不是 可能才是你對的對象 好,你真的談錯了 你會否很老實地承認 我行叉答錯了 還是行叉答錯了 你行叉答錯了 我會行叉答錯了 對,你跟他結婚 但你真的行叉答錯了 我想我不會的 我結婚後 我承認了這個人 我根本沒有這樣的思想 不會是想別的 但… 好了,我們現在再澄清一個問題 為甚麼呢 江湖傳聞了很久 說玩得很厲害 我一定要問一些尖銳的問題 你認為這些很尖銳嗎 不是,我怕有些人不敢說 為甚麼… 你是否很容易投入一段感情 為甚麼我經常給別人的感覺 對,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我玩得很厲害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屬於… 玩的時候很開放 很放… 我覺得我一玩身後 我沒有了男女的分別 那個界限在這裡 我會覺得男生是這麼玩 但我沒有想過另一個想法 我沒有… 你有沒有懷疑過 你的女朋友曾經跟你的兒子 有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我壓力很大 尤其是跟他的男朋友在一起 那我不會害怕你 對,你唯一… 每個人都不害怕我 因為我在你們之中是自育孫的 你不是,你只是自肯形容很漂亮 我強硬是自己漂亮 但我發覺你或我的 都經常在那裡看著… 誰會跟我… 誰會跟我女朋友 對,你有沒有懷疑過 我不是,因為我一次試過 被你捉到 是…是我男朋友 跟我最慘的女朋友 最後是… 有了關係,又戴了肚子 讓你知道嗎 對,我很生氣 為甚麼我被人這樣出賣了 你當時戴了肚子才知道嗎 那天那個女生戴了肚子 對,最後是最大的一套 她迫著要見家人 要攤牌 也要被人知道 所以是否這件事 造成你的陰影 那次之後,我對女朋友和男朋友 就要分開分開 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就不要跟我男朋友玩得那麼近 不要那麼瘋 我發覺我跟她在一起時 我真的有點壓力 有時跟誰不敢玩 你知道我平時… 就好像不分男女 誰知道結束後… 因為我自己的對感 但我不會罵女朋友 我覺得是男生本身的問題 不應該這樣 這是男生的風度 而且這是內涵 他不可以玩得那麼過分 你只是跟別人抽水 你卻拚別人,沒問題 你不可以 那你覺得要男朋友自己控制 男生一定要很有風度 很有自製能力 不要過分 不過有些男人很喜歡天生 就這樣到處吃豆腐 那倒是,有辦法像樓南剛嗎 剛才… 有外婆女也是這樣 不過她是沒有意的 還有甚麼要澄清 澄清你,我是否很有錢 甚麼?我是否很有錢 我現在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現在有兒子嗎 甚麼?大家聽說大聲一點 你有兒子嗎 沒有,契仔是有一個 真的沒有 你害怕嗎 害怕甚麼?價不出嗎 我們不是有間姑婆屋嗎 是,在做錢買的 我在計劃我的姑婆 你真的覺得這麼悲觀嗎 我不會太樂觀 但我不會覺得太悲觀 其實有無與無 其實我知道你細心 沒有切出很多男人追求你 追求是一件事 你有沒有心在 還有你放心 為甚麼你沒有心 你又怕別人騙你了 不是 騙了你的錢嗎 剛才沒有 你騙了男人騙了你的錢 這絕對不是錢的問題 我相信過他的話 我相信過男人的話 他也不會貪污我的錢 不是那些東西 這是男人的志氣問題 是面子有關的,是自尊問題 我是剛才說 放下這段感情 又來過,很煩 不是,談戀愛很開心 找到一個好人很久 不是你穿起就下跌 那你只看好一點才找吧 當然 找一個好的 我經常覺得… 寧缺莫濫 不是,我經常覺得兒子… 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 他們不外出 不是,我們私底是這樣的 不是私底是有技巧 當作沒有,兒子… 男朋友… 男朋友經常覺得… 忘形 因為你太有錢 經常傳給男朋友騙 究竟你有沒有被男朋友騙過 我沒有被人騙過 其實我覺得男朋友真的對我很好 即是送甚麼 送車、送錶 沒有…我覺得是大家交心的 因為我又聽過那些廢民說 你送了一架波子給誰 誰?你怎麼搞的 波子我自己都還沒開 送給別人 我覺得這件事很奢侈 其實開這些這麼名貴的車 我已經覺得很奢侈 我自己也是開的,那些車輛 那倒是 好吧,那我今天… 先聞著那麼多吧 先聞著那麼多,已經很久了 再見,希望你滿足了 下個星期沒有會 你一定會搶盡風頭 喂… 喂… 沒有被打